八八风灾过后 山区部落的撤离门槛 设定在雨量达200毫米到250毫米之间 但是这回封面 证实许多路段 在雨量未达门槛之前就已经中断 民众想要撤离都来不及了 要下来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那个有一段路已经过不了 所以我们就待在那边 最近这样的撤离标准 符不符合八八灾区的雨量承载能力呢 屏东县政府认为 灾区的防灾避难作为 在这次考验完全失效 他们跟乡公所跟县政府定一个说 如果雨量达到100公里 那就要封闭变道 结果都还不到50公里 寒冬就被冲下来 是不是不要到50公里 我们说30公里的雨量 我们就立刻封闭 不过高雄县政府认为 如果每次降雨就撤离 太过劳民伤财 除非是台风 否则选择就地避难就好 我们不希望说 动不动就撤 动不动就撤 这样的话 这个成本很高 这次用没雨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就地避险 日后马上来把道路抢通 那如果台风来 会带好雨的话 那这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会希望他们 不可以下来 但这次的雨势 如果持续更多天 难保不一定交通受阻的民众 生命受到威胁 重建团体也抨击 撤离标准不够明确 民众会无所适从 而学者也指出 身上的变桥变道 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雨势 今年的撤离门槛应该先行降低 这100公里就要撤呢 还是200公里 是发布200公里 豪雨要撤 还是多少 根据目前 我所看到的 5月23之后 大概是50公里 他们就会说 风桥风路了 那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先跟村民沟通讨论 那最安全就是先撤离到三项 如果都没有办法 那起码这些管制机制要严格来执行 目前已经来附计加强这些脆弱的变桥变道 政府应该要把握时间 在与灾区民众协调新的撤离机制 提高民众的配合度 先安全度过接下来的雨季 到底我们在莫拉克台风之后 我们这些重建的工作 能不能经得起 接下来这些是大雨的考验 我们在线上的是 我们要call out给 莫拉克重建委员会的副执行长 陈正川 副执行长您在线上吗 是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上个礼拜天 还有这礼拜 就是很多的这个变桥 跟变道都毁了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问说 怎么好不容易 花了一些钱建了这些工程 怎么一下子才下个雨又这样 是不是这个品质上面 也是有一些问题 或是说到底是怎么了 我想主持人好 整个这一次灾区的 这些受损的范围很大 土石一击边坡松动 那根本没有办法去从事 这种永久式的桥梁的 或者是道路的兴建 但是为了这个居民的生活跟便利 当然要用变道跟变桥 来作为临时的交通 那所谓变道变桥 它本来安全的规格就比较低 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做长垮 比较永久的桥梁 但是一座桥梁要做要一年到三年 甚至四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面临的是这么短处的 那个煤椅以及台风 这方面的一个来临 那过去的做法就是一面做 然后一面坏 坏得优秀来不及 而且花了很多钱 那这一次莫拉克灾机 土石这么不稳定 上面的土石堆积这么多 随时会随着豪雨冲下来 那边坡也一直在崩塌 没有一个工程师 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 去做永久的结果 所以其实这一次政府做重建 就是用国土保益的观点 看这个环境的这个状况 气候的状况 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 那有一些桥像甲仙大桥 六龟大桥 现在新威啦新花 这些都是比较永久性的 长垮的桥梁 所以各位 副知识长对不起我打个操 其实你刚才说了 要建议一些比较 就是说可以持久的永久性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区 比如说想要盖一些 比较可以抗水灾的一些钢便桥 比如说有一些像桃园香啦 一直拖到五月份才发包 然后像台东有一些提防 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盖好 好像也刚发包不久了 那这段时间 时间是空转了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您现在才发包 那当然是可能也赶到 今年的迅期吧 是这个有一些提防 道路要发包 其实特别预算十一月底才通过 其实依据我们的管制 现在到四月底为止 中央的部分 它的执行力 预算执行力几乎百分之百 即若是补助地方的 也执行力也到百分之九十七 但是当然 现在完成的 发包的完成以后的工作 还是有限 但是你如果说太马里西两边的提防 因为这个牵涉到大水以后 它要做整个河川治理的一个规划 就是要重新调整那个河川 因为它变动太大了 调整完了以后 因为里面有一些土地要跟征收的 所以依据程序要跟地方去沟通 但是这个时候政府也一面再进行 工程的设计 然后再发包 所以其实整个工程的执行 也不是像买个冰箱一样 你有办法一个月 或者是一个礼拜 一天你就去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 困难的就是说 我们是一面再重建 一方面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作业 因为那个是地方政府在发包的部分 泰玛里西两岸的这个公共设施 但是所以这个避灾避险防灾 其实是整个这一次来面临这样的挑战 应该搭配的作为 那我们就要问了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很实际嘛 那到了比如说七八月份 台风既来临之前 那到底比如说各地的这些土石淤积 或者说有一些的断桥断路 到底都能够处理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在座的李红颜 把它排除掉就是基里这个部落比较大 但是那些会一直下来啊 那那个量你看 你有多少卡车可以印吗 全台湾的卡车都拿来了 然后所有道路都在印这些东西 都来不及 你就知道这整个大自然的力量 是我们积极的作为 尽量把最危险的去排除掉 再来的话 当然要跟大自然要互动去调试 没有办法强力作为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好 我们谢谢那个副执行长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可能 就是政府一边做 然后民众就要一边自求多福了 这个我想提出来 因为刚刚那个 副执行长特别提到泰玛里西 我就很纳闷了 泰玛里西刚刚好有南回铁路 又有南回公路 那南回铁路在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就通车了 但是南回公路现在还在修建 还在拓宽当中 其实我这样子观察的时候 公路的工程应该不比铁路的工程 还来得复杂 但拓到现在 泰玛里西很夸泰玛里西的南回台九县公路 到现在还在港工 不单单是这样 泰玛里西两岸的提防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泰玛里西原本是有三五百公顷的 世家园的那些农民 现在他 县政府又迟迟不赶快去划边 划边然后 继续让农民来更做 那他又把提防外扩到 五十米的那个范围里面 又强制的征收过去 有在跟做世家园的这些农民的土地 那造成这些的农民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说 他们不单单没有工作 而且也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那现在他们又要不断的去向 县政府陈勤 又要向县政府去 去赶快划定他们应该可以跟做的土地 到现在 这些一直迟迟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那泰玛里西它是比较受国人瞩目的一个焦点 但还有金伦溪 提防都 不要讲说还没有开始动 上游的那些土方 上游的那些提防都完全没有去动 那一直在往南 大西 那一直在大五西 大足高西这个地方事实上 我们看了都很难过 到底是 到底什么时候 原乡部落的居民 他在这个汛期期间 之前